那個剛剛的東西會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如果各位參考的話可以到分享區裡面的那個這個這個雲端白板 雲端白板裡面多一區啊就是今天的第十第五張的 來去台北處那這個是Word完成的 這是Essail完成的 這個是原始碼我放在這裡這跟更新的版本 那只要你做出來類似這樣 這上面是原來的 這個欄位名稱有八個會用到的只有四個 這是第一階段的 所以你要轉的話你可以把第一階段如果你 第一階段也沒轉出來就可以那第二階段貼過來的話 轉成只留下這部分 那怎麼做呢就是貼過來之後做剖析就可以了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程式那貼過來的這個程式部分基本上他是動態去連結 也就是說他的需求是這樣子 當我載入的時候有沒有他會有一個前面的畫面 然後 也會有icon 相關訊息我剛剛講過是在這個config.xml 裡面 那我們進到裡面之後的話 他要我們做出來就是分區 分區 分幾區 我不知道 我可以利用什麼呢 利用程式去 幫我把它抓出來 抓出來之後呢 再去算什麼呢 再去算說 比如說 這後面呢 這一區裡面呢 有幾家旅館 我可以把它做一個計算 計算的結果呢就可以放在這個後面 那當我點選他之後的話 他可以跳到那一些 比如說31 就會有31筆記錄會下來 會顯示出來 那在當我點其中一家旅館的話 可以跳到 地圖上面的那個位置 不過跳過去的話是用瀏覽器的方式 把 這一個的 名稱帶過去 名稱 那名稱的話 剛剛我們有看到了有兩個地址 把地址帶過去 有兩個地址 一個地址是Displace的address 一個是POI的address 因為如果我 沒有前面講資料的部分 Jason轉換成 Excel的話 我看很多同學應該是 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因為Jason他其實就是 長這個樣 長 就是會有那個 看到結果 可能跟大家 就是類似像這樣 不是這個 他其實基本架構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 中瓜湖 大瓜湖 在一筆 資料的 欄位名稱 後面冒號加的就是他的資料 加一個豆點 然後呢第2欄 資料第3欄資料 有沒有 他的結果一定是這樣子 那你要把它轉換